第一章 清朝的军事力量 四 作者 毛海健 三 士兵与军官 兵器和兵力无疑是标志军事力量强弱的最重要的两大因素 然而 若仅此便能判断战争的胜负 那么人类的战争史就会如同数学中的加减法那般单调枯燥 失去其应有的光彩 在历史上 以若胜强的战力时有发生 其中的决定因素就在于人以及由人制定的战略战术 人的复杂性在于其思想 人所制定的战略战术有千遍万化 很难集中概括 因此 鸦片战争中的高层人士的经历 思想及其战略战术 我将放在以后各章结合战争过程进行讨论 本节只是简单的描述清军作战的主体 也就是士兵和军官的一般情况 中国史学的主要缺点之一 就是视野集中于上层 许多史料作者对其身旁的下层民众生活 因不具密文的性质而忽略不计 在我探究当时清军官兵的一般生活时 受窘于材料非常之少 只能将散见于各处的灵星材料 拼凑出大致而非精确的图画 清朝的兵役制度是一种变形的募兵制 早期的八旗是兵民合一的制度 清入关后 人丁生凡 兵额固定 逐步演化为从各旗各左领中抽选固定数量的南丁冲兵 绿营兵募资固定的兵户 与民户相比 兵户出丁后可免征钱粮赴税 而在实际操作中 尤其在战时 绿营的兵员除来自兵户外 也有从社会其他成员中募集者 各色人等军有 这种挑目的方式具体执行情况又是如何呢 我们可借用民国时期的著名将领冯玉祥的个人经历 帮助读者理解 保定府五营练军是有名的父子兵 这意思就是老子退伍 由儿子鼎名补缺 普通外面不相干的人是很难补进来的 有时即使一年半载能出一个缺 就有许多人来争着补 各方面托人保健 所以我补了几次都没有补上 有一次 营中出了一个缺额 外人还不知道 管带苗大人就说 这回补冯大老爷的儿子 旁人就问 冯大老爷的儿子叫什么名字 这一问 苗大人也挣住了 接着那人就说 我问问去 这时 苗大人生怕他去一问 耽搁了时间 缺额又被旁人抢去 所以他随即说 我知道 用不着问 于是他就随手写了 冯玉祥三个字 本来我们的名字是按照族中 鸡字排行曲的鸡 基础的鸡 家兄叫鸡道 我叫鸡善 这次补冰 因为苗大人随便一写 以后我就沿用下去 没有更换本名 这就是我的名字的来由 我补冰的这年 是光绪十八年 西历一八九二年 我才十一岁 补上冰之后 我并没有随营操练 除了发响时 到营中应鸣 灵响外 其余时间 我仍在家中生活 冯玉祥的父亲是一名少官 冯玉祥加入的是淮军 这与鸦片战争时期的 八旗绿营是有区别的 冯玉祥十一岁参军 也是一种例外 故冯氏自觉有特别意义 而写入自传 我们不能把冯氏的势力 当作普遍现象来看待 但此中透露出来的募兵程序 却是清朝的一贯制度 清军的士兵一旦被幕后 就成了一种终身的职业 当时并无固定明确的退役制度 尽管清军中主要是绿营 使有太老弱 补精壮的行动 太老弱的太就是淘汰的太 但从未规定多少岁为老 什么样为弱 更没有规定多少年 进行一次裁补的行动 因此清军士兵的年龄 大小不一 1840年7月 中英第一次厦门之战 清军被打死九名士兵 档案中留下了他们个人情况的资料 中营守兵林喜成 年三十五岁 戏鸟枪手 母陈氏 七李氏 子柱 左营守兵吴灿生 年二十五岁 戏鸟枪手 七富氏 南顺义 左营战丁吴观赏 年四十三岁 戏鸟枪手 七孙氏 左营守兵 王大游 年二十九岁 戏鸟枪手 母吴氏 右营战兵 邱明喜 年三十九岁 戏弓箭手 祖母林氏 母刘氏 七陈氏 左营战兵 张世泽 年五十九岁 戏鸟枪手 母渝氏 七皇氏 南光灿 前营战兵 胡满才 年四十七岁 戏鸟枪手 南印兰 后营战兵 周瑞安 年二十二岁 戏鸟枪手 继副厂 母徐氏 帝菊 后营战兵 吴镇盛 年二十四岁 戏腾牌手 傅骏 母林氏 凶辞 帝贤 这九名士兵 全署号称精锐的 福建水师提标 从这份档案来看 他们的年龄 从二十二至五十九岁不等 大多娶妻生子 母亲也大多健在 却少有父亲的记载 我们不知道 其父是否为 已亡固的绿营兵 他们是否因父 而补上兵缺 清军士兵的家眷 皆随军住于营中 或另外租房住在附近 不似今日军营森严 士兵二十四小时 集中居住 当时士兵执行的任务 有如今天之警察 其生活也同今天警察那样 上班下班 除出征打仗外 军营并不开火 士兵都回家吃饭 一旦操演 执勤来不及回家 家眷们便送饭前往 操演的场地周围 常常有他们的妻儿旁观 休息时 与妻儿共吃饭 与操演相比 又是一番风光 著名作家老舍 在他的自传题小说 郑红旗下 描写了两位骑兵 一位萧旗孝 一位左领 一位参领的日常生活 这部写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 而描写十九世纪九十年代的小说 虽不能当作史料 来佐证鸦片战争时期的场景 但毕竟给我们提供了一个 就近观察的位置 其中 老舍对那位冲正红旗马甲 携面黄无须腰牌 进出皇城守卫的父亲的生活 做如下描述 到上班的时候 他便去上班 下了班 他照直的回家 回到家中 他识字不多 所以不去读书 他只是出来进去 披披柴 看看五色煤 或刷刷水缸 一辈子 他没和任何人打过架 吵过嘴 他比谁都更老实 可是 谁也不大欺负他 他是带着腰牌的骑兵啊 老舍的家 在今日北京护国寺一带 距他上班的皇城 并不算远 这位马甲得到这位后来出名的儿子时 已经四十多岁 两年后 死于八国联军之一 我在前面的章节已经说过 清军绝大多数士兵是分散驻扎的 每处数名 十数名 数十名不等 而这些分散的士兵携带家眷 居于各市级 药冲 汛塘 雕卡之地 除操演执勤外 平日的生活 与周围的民户并没有多大的差别 清军绿营驻防八旗的士兵分马兵 战兵 守兵三种 京师八旗又有领催 马甲 布甲 养育兵等名目 每月领取两响 马兵就是骑兵 战兵是出征作战之兵 守兵为束手防卫之兵 原本职分明确 但到了鸦片战争时 因战争规模的缩小 许多马兵以隔去战马等项开支 变为无马之马兵 而战兵守兵的职责 也日趋模糊 由于两响的差别 在实际操作中 守兵 战兵 马兵 成为士兵晋升的等级 八旗兵兵除两响外 另有旗帝 每名约三十亩 但到了鸦片战争时 比鸦变卖已十分平常 仅仅就数字来看 不易发现问题 让我们以士兵的收入 对照一下当时的生活指数 1838年 胡广总督林泽徐称 切私人生日用饮食所需 在付持者固不能定其准数 若以食贫之人 当中熟之岁 大约一人有银四五分 即可过一日 若一日有银一钱 则诸凡宽裕矣 以此计算 一人一年所需和银 十五两至三十六两 清军士兵的饷银为 十二至二十四两 令每年口粮三点六弹 其良响养活士兵本人 当属绰绰有余 从前面引的福建水师提标的 九名士兵的材料来看 每一名士兵至少需要养活两到五人 因为女儿未济入内 当然清代的兵户 往往是多人当兵 但即便以三口之家作为标准 清军士兵的良响 明显难以维持家计 清军的良响标准是顺治朝制定的 此时经济正在恢复 物价极低 经康 庸 钱 三朝的发展 通货膨胀已有相当幅度 而良响标准虽有多次调整 但主要是军官部分 而且乾隆后期起 清朝财政已陷于困境 清军士兵的收入一直没有 也不可能有大的加增 收入的低下只能降低生活水准 而不能不生活 清军士兵为维持生计 需得在正向收入之外 另逆别项来源 因此替人帮工 租种田地 做小本生意等等 成为当时的普遍现象 犹如今天之第二职业一般红火 例如 湖南辅标右营游击的 一位长隋郑玉 与兵丁陈玉林等四人 出资二十七千文 盘下即将倒闭的湖南长沙 青石街上的双美茶室 经营半年之后 转手于兵丁蔡布云等人 当此类经营活动 在时间上与值班操演 发生冲突时 清军士兵也常常故人顶替 清军士兵的收入虽然不高 但毕竟有一份固定的汗烙保收的铁杆装甲 不少人花钱托人补兵额 补上后 值班冲差 操演时硬卯 其他时间仍操持就业 浙江定海之县 姚淮祥的牧客 王庆庄透露 该地清军士兵 半戏志工修缴建庸 以银阳三四十元买冲入伍 对于这些人来说 当兵反成了第二职业 以上创收方式虽不符合清军的规定 但毕竟未直接祸害国家和百姓 为官者因千系士兵生计 或从中获取好处 而掩开掩地 一般并不追究 其实清军的士兵还有一项裁员 也就是敲诈勒索 收受贿赂 这种腐败现象放在后面 与军官一起叙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